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道这个玉米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啊 就是什么东西最好吃 然后我个人认为啊 排名第一的就是 在电影院吃爆米花的时候 捞出来那颗沾满糖浆的 是最好吃的东西 但是呢 大家也可能去电影院吃爆米花 也有那种经历 就是上面的糖果都不均匀 然后有的都没有甜味就不好吃 那今天呢我就现在给大家做一道这个 爆米花 首先呢需要100克的这个 100克的这个 咦 怎么又变成雪酒了 咦 100克的这个 爆米 玉米 然后这个用的是这个小粒玉米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是 专门用来爆爆米花的这种小的玉米 然后常规的玉米是 有点偏方形的 然后头也不是尖的 是那种 梯形的一个玉米 然后这个是小的 上面用来爆米花的玉米 然后我们这边还没处理 然后需要用到黄油 黄油是50克 这个是2比1的这个比例 然后紧接着还有这个洋葱 洋葱是很重要的去提它的这个 玉米的这个味道的 然后我们这个糖味的这个 爆米花当中 还需要加一点点这个洋葱的味道 能够让它更刺激 然后让你感动到流泪 感动到流泪 然后还有需要大量的糖 因为我们既然说了要做糖浆 很均匀的 很好吃的 那一定是有大量的糖的 然后还有些水 OK 那么首先还处理一个玉米的部分 玉米我买回来之后呢 也没有清洗过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脏 然后呢 往里面倒一点这个水 去清洗一下 这个过程 就是不要泡 不用泡 一泡它就会泡发了 万一发了牙怎么办 那就吃炸豆牙了 然后 要洗一洗 洗完之后要把它沥干 一定要完全沥干才行 然后我这边洗完之后 用一个这个 漏勺 有很多人跟我争论 这个就用什么地方的这个勺子 我家有好多这种东西 都是什么豆浆 鸡辣 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 我自己也买过 然后把这个 水 把这个都滤掉 把这个都捞出来 别浪费 OK 然后把刚才这个玉米都倒出来 倒到这个 这个 这个吸水的这个纸上 然后把它水分吸一吸 然后最好是放到那个 阴凉通风的地方 让它干燥一下 干燥一下 完全干了之后 才能够做下这个处理 我们做下这个处理 然后我是 我是为了加速它 加速它变干的扩散 所以用了几张这个 吸水的这个厨房用纸 然后如果你觉得没必要的话 也可以直接放在那边 亮光就行了 好浪费 这个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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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正表 正手正表 大家如果在家做的话 就找男朋友帮忙做吧 觉得这个事情 比较麻烦一点 而且吃甜的东西嘛 女孩子自己做心理 总有一些负担 男朋友做给自己吃的 就没有负担了 当然我觉得你们可能 除了我以外 找不到别的男朋友了 我干翻 你漏什么漏啊 这样漏我很尴尬啊 这个湿了一片 裤子还没脱床单就是了 裤子还没脱床单就是了 ok 太棒了 然后刚才掉到地上一个 掉到地上一个就那样吧 不管它了 那把这个 满到一边就亮亮 ok 当这个玉米粒啊 都晾干以后 晾干以后 就可以来炒制的过程了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一个锅 用中火把这个黄油给化开 这个已经 把这个黄油给化开 火可以再小一点 化黄油后可以中小火 然后我们可以 哇好香 黄油好香 我建议大家是用黄油 因为其他的油呢就 就香味不是很重 而且食用油可能有别的味道 所以建议大家是用黄油 然后 这个地方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锅洗干净 第一是因为锅洗干净了 不粘 第二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 要把锅盖洗干净 因为那样可以看到 劈里劈里啪啦的那种爽感 把黄油都化开 哇这个 感觉好爽好棒 你感受一下这种 然后火开到中火 然后火开到中火 还能化开吗 这个小白 小白也是好久不见了 小白也是好久不见了 之前因为一直不怎么用它 然后把这个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玉米倒进去 把这个黄油都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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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一下 把黄油浇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到时候爆炸了 稍微离得稍微远一点 把这个盾牌稍微挡一挡 万一等会要炸了 还能够抢救一下 这能不能炸开啊 哇 最近这样了 它行不行 这怎么有点心慌啊 关卡 温哥 不靠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家里还有朋友吗 还能不能让我做第二个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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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看看能不能 已经开始爆开了 再爆开了 关上 我的天 我把这个擦干擦干 我的妈呀 这感觉好棒 我的天 我直接放动一下 没有了 这么快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关火 好 我关掉 这样就完了 我的妈 完成 超棒 超棒 感觉还要非常好 看到这个放米花就完整了 然后我找一个容器把它拿出来 把这个篓子擦干 找一个干净的篓子 把它擦干 我以为这个菜要十分钟 结果这个菜两分钟不要 我的天 这期视频也太短了吧 太棒了太棒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就直接倒出来 倒到这个地方 这个底下都有点焦了 这个油也一点都没有浪费 油完全都用完了 哇 太棒 基本上这样还是很棒 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完全爆开了 也是非常简单 大家完全可以在家里做 然后放在这个篓子里面 让它过一下空气 让它凉一会儿 让它凉一会儿 凉一会儿 别别别 哇 如果大家就是在家自己做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玉米 把这个玉米和油混合到一起之后 放一点点糖 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盯一下 高火盯个两三分钟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OK 那我下面也来做一下子 看看如果不盖锅盖会是怎样 首先我还是把这个油倒进去 然后我这边用的是玉米油 然后大家希望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在家尝试 不要在家尝试 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挺危险的 然后我应该不会盖锅盖 然后也有点浪费 有一点浪费 然后但是为了做实验嘛 然后如果大家也担待一下担待一下 把它倒进去 然后开中火 中火 有点 爆开 会不会爆开 会不会爆 怎么不爆 有点心慌 有点心慌 靠谱不靠谱 靠谱都已经这么牺牲了 你们你不爆一个 看一下 inexiu 看 我的天 哇 很危险 哇 我的 podría 我的天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我的妈呀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 我的妈 关火关火 哇大家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只有一点点玉米 但是爆炸效果还是很很很夸张 我的天我的天 然后这个很浪费 大家千万不要在这尝试 我也只是好奇它究竟会怎样 我只是好奇 然后如果大家自己好奇的话 以后不用做了 因为这个我已经尝试过了 然后这个处理起来也非常的麻烦 休息收拾都没麻烦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在家 在家做这样的尝试了 OK 那我们接着来调糖浆 首先是水的部分 我们大概需要水 糖和水的比例是5比4 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所以我大概需要100毫升的水 100毫升就可以了 我感觉我要在这喝饱了水 咦 不行怎么办 再喝掉一点 咦 但这里面有水 你就这样吧 就这样 差不多就这样就可以了 100克 100克 然后再取120克的糖 糖要多一点 糖要多一些 所以我们先归零 这糖还蛮多的 需要100 120克 这个比例大概是6比5 其实也差不多 6比5和5比4也差不太多 这么多 这么多 我的天 我靠100克 120克 这么多 有点心慌啊 多 多一点没关系 多一点没关系 拿来一点 拿来就这样 再甜一点 甜一点没关系 紧接着我们找一个不粘锅 一定要不粘 如果粘的话不好了 然后把这个 水倒进去 这么少 这么一点 行不行 把这一点点都甩出来 这都是金黄 不要浪费 然后把刚才那个糖倒进去 我贴上这么多 把它先退开 退开之后 我们开小火去熬这个糖 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水和糖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然后熬煮的过程当中 用小火煮的过程当中 不需要搅拌 不需要搅拌 大家用小火煮一会儿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已经开始有这个细密的泡 产生了 但是不用管它 我们不用再去搅拌 或什么的 就这样让它煮就行了 煮了大概 接近五分钟了嘛 怎么还都这个样子 泡是越来越大了 但是我也没有搅拌 还是没有好 然后 照常上是说 煮到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我再观察观察 如果失败了 我再想想看 有没有别的办法去煮这个糖浆 已经开始有点这个糖浆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黏液也是越来越浓稠 也越来越浓稠 然后大家自己做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这个气泡在不断破裂的过程中 能够溅出来 然后也很容易烫到 大家也要注意安全 然后尤其是女孩子 还是要非常注意自己 保护自己 然后我还是很心疼你们的 基本上再煮一会儿应该会好 过一会儿之后 还是能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已经开始变着焦火 OK 煮到这种焦的颜色 就把它关火关掉 关火 然后把这个倒进去 太多了吧 太多了 然后我们搅拌一下 把这个糖和均匀都挂到上面去 这个过程还需要拌均匀 要不然不好吃 这个锅太小了 把这个锅有点小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最好是大家用一个生锅 用一个生锅 那样会比较好拌一些 我用这个锅有点 有点小 把它拌均匀 一定要拌均匀 但是能感觉到还是不错 这个颠不过来 先尝一个 哇 好脆 好甜 然后大家注意火不能太大 火太大容易焦 糖一焦了就不好吃了 也拌均匀 也拌的差不多了 也拌的差不多了 就这样吧 烫死我了 我的天 太烫了 太烫了 大家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太烫了 这个不要浪费 拿过来 把它拌均匀 哇 这感觉还很棒 还是很棒 但是这个热的不好吃 烫死我了 热的不好吃 一定要凉了才好吃 凉了之后它才会脆 所以大家拌完之后 可以把它拿到通风的地方 让它去凉凉 好耶 好棒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搅拌一会之后 这个就粘在一起了 你看这几个都粘在一起 因为它上面有糖 挂上了糖 然后这个一定要放凉了才好吃 哇塞 这太棒了 感觉 来看一下这个 然后我到这边来拍吧 到这边来拍 因为那边 密着光 接光可以靠得更近一些 感觉还是不错 感觉还是不错 然后我可以先尝一个 给大家听一下 但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安全烫 因为这个糖浆很烫 容度很高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挂 还是比较均匀的挂 比较均匀的挂上了糖 然后吹一吹 吹一吹 尝一下 来 看到吗 这上面它已经挂满了这个糖浆 特别的棒的感觉 尝一口 哇 哇好绵牙 还没有彻底的凉透 凉透的真的超好吃 好 再拌一拌 然后大家可以找一个那个 吹风机来加速这个 那个 加速这个过程 散一散 哇 散一散应该会很快 有电风扇就更好了 你电风扇就更好了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这样 不愿意做焦糖 觉得焦糖太麻烦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 把那个 把那个就是第一个爆米花在锅里爆开的时候 立马撒一把糖进去 然后让它爆 那样的话那个糖也是有甜味的 也非常棒 当然大家也可以做椒盐的啊什么的 但爆米花如果是椒盐的 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这有什么区别 我给大家看啊 它还能拉丝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 因为它还能拉丝丝来 给大家看一下 哦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个 你看 这还能拉丝丝来啊 看到没有 应该也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哇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拉丝拉出了那个糖丝 哇 哇 特别的棒 特别的棒 哦 粘在锅上了 粘在锅上了 感觉太棒了 感觉太棒了 大家一定要在家做起来 就要做起来 然后这个 弄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都 弄到这个篓子里面 那最好其实是 哇 我的妈呀好浪费 不行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哇 好脆 把这个 从这个弄到这个里面去 哇 这个焦糖 哇 我的妹妈呀 这个糖的感觉 太棒了 这个玩爆 玩爆那个电影院的十条件 玩爆电影院的十条件 哇 哇 最上面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蘸的这个泥汤 哇塞 太棒了 然后大家自己 在做的时候要注意火候 因为如果太 太焦的话 你看就容易焦掉 因为这个就是盛在底下的那个部分 然后建议大家用一个小的锅 因为小的锅的话 更好吃 更容易操控 而且更好拌匀 大的锅 大的生锅 然后我这个锅太浅了 没法拌 啊 太浅了 这最好吃的一块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哇 哇 超好吃 点赞 点赞 那吃一吃就落到这 然后下就这样 OK 那节目的最后呢 给大家来批一下作业 因为这一次作业实在是特别的多 而且特别的好玩 所以呢 就给大家多说一些 行吧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 这个是飞山蛙 这个是西瓜版的飞山蛙 这个是马桶 这个是西瓜版的马桶 这个是奥特曼 这个是西瓜版的奥特曼 这个是万圣节的奥特曼 这个是还原了之后嘴变大的奥特曼 这个是凶外现场的奥特曼 这个是毛利兰 这个是西瓜版的毛利兰 这个是happy tree friend 这个是西瓜版的happy tree friend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眼睛的部分 有用这个橘子 金橘做眼睛的 还有用这个汤圆做眼睛的 你看这颗眼睛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一脸都是卧槽的表情 当然这个就比较狠 这个把他男朋友都切了 用来做眼睛 66666 而且西瓜的种类也变了 我见过有甜瓜的 香瓜的 还他妈有苹果的 简直了我的天 最后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牛逼的 是这个小小馒头爱恩静的朋友的主要 洋葱 首先是大蒜做的这个眼睛 上面扁缀上了几滴酱油 歪歪扭扭的牙齿我都不想说了 他妈的里面放香菜这是什么鬼 当然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做的不错的作业 你看这个 这个西瓜就还是做的不错 而且嘴也开得很合适 并没有很大 然后这个叫什么 Clover刘浩积积的朋友 昨天还挺可以的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好的作业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认真 非常开心 做菜嘛 就是图一个高兴 也希望大家能够愉快 在节目最后也说一些有的没的吧 因为上一期视频就其实还是挺受关注的 然后点击还是没多挺高的 但是却出现了很多意外的情况 当然跟A站和B站没有任何关系 是在微博上 然后有很多人去抄袭了我的这个视频 当然其实抄袭这件事情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吃相难看的 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以前发在A站的时候 被搬到库六之类的平台 好歹偏头和偏尾还留着 我也就忍了 但这一次居然都是把我的偏头 偏尾和署名全部都删掉了 而且是超大范围的营销号报团 而且我继续举报了 居然还被驳回了 哎呀反正也是非常的难过吧 不过我还是看到了 很多正义的小伙伴 在我没有去发这个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正义的小伙伴 在上面去留言支持我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吧 谢谢大家 前路漫漫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 OK 那今天就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可以去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 爱你们 那么大